下個星期考試 基本上就是從11點10分 考到11點40 大概就是30分鐘的時間 會不會太...好像有點多 那30分鐘包含就是說 包含你要存檔 把這所有做完 那有哪一些 第一個就是我們比如說第一題好了 人事考評 反正就是黃色區域 就是從B、D、E、K、L、M、N 然後公式就分別把它填上去 就這些啦 那至於細節部分上禮拜講過 那我不就贅述了 反正你就是要把它做對 那其中的話當然 以哪一題公式最好 這個公式 反正你不要打錯 打錯的話基本上就卡住了 那後面可能就全錯了 那各位注意一下 尤其像VBA 你不要全部沒做 全部沒做就沒有分數 但是如果你至少有做一點 我會給你一些分數 至少你比如說你至少按鈕做的話 也有按鈕的分數 然後你的程式會寫哪一部分 你就把它哪一部分寫出來 至少你還有一定的分數 然後我希望看到的是 你把第一步把這些都做完了 第一個 那如果你這些都做完的話 那你 我上禮拜講過了 這些東西就是Excel的公式 總共七個的話 那這邊就佔50% 就是50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這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佔50% 那總共分成按鈕這兩個嘛 然後裡面的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你就是自己要去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那裡面的話 當然你就要自己把它寫到哪裡 寫到Videobase這邊 然後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是自己要把模組插入之後 把這個公式 這個程式寫到這邊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應該也沒有太多啦 反正就是說 最後做出來結果 主要就是兩個 一個是清除 就是把這些清掉 OK 然後一個的話 就是再讓它輸出七個欄位 那七個欄位的話 輸出的話 就是再按一下 它自己又把這個資料給填上去了 就是這兩個按鈕 那其實看起來好像會是兩個不同按鈕 但實際上主要程式都一樣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 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這邊一個清除之後 迴旋範圍給它 OK 第三列到第四 然後把這七個欄位的資料清掉 然後並且把這個 七個欄位的資料 再把它重新輸入 那輸入裡面的話 當然比較重要就是要考你會不會 把公式加上去之後 然後並且把它的列號改成I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 講到的第一題 所以如果考試假設抽到這一題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把公式填上去 這七個東西 這50 然後這個可能就佔10分吧 你按鈕如果做的話 我看到你有按鈕 然後第二個我就看裡面有沒有你的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也許這兩個其實怎麼算 我覺得這如果個20分好像也比重 所以這個也許這個10分 那這個可能30分吧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 那如果說假設你有些地方寫錯了 那你中間扣一點 扣一點 反正我就照比例去扣分數 原則上是這樣 至少跟各位講 你上面有填 比如說你老師 我可能有些地方我只會這樣子 我只會sub 然後我只會按鈕 沒關係我有看到 好了我給你一點分數 OK我會看一下 那你不要完全都沒打 哪怕你上面都紅字 就是紅色的字有錯誤 還是我還是會斟酌給你分 那你不要完全都沒做 沒做表示你完全不會 那你有做表示你做了 但是你不熟練 然後你可能有些地方 還沒有搞清楚 OK 我是建議你一定要自己模擬考一下 不然你沒有模擬 或者說你跟你同學一起 然後你們互相給彼此做模擬考 比如說你幫他抽一題 他幫你抽一題 然後你們就開始計時 然後也不要偷看 反正把練習題打開 打開之後開始做 然後自己算一下30分鐘 畢竟30分鐘 其實我發現之前快的話 甚至5分鐘就有同學交券了 那最後你把它存檔 記得另存新檔的時候一樣 要把它存成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然後就是把這個檔案交到Poto 所以考試那一天我會在Poto上面開一個空間 就是叫其中測驗結果檔 然後你就把那個結果的檔案傳上去 然後這樣就完成測驗了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我剛剛提到 嚴盡一切的5B現象 那我會竭盡所能的去防止這種5B 所以不要 因為你每一台電腦都有那個 你如果存檔的時候 其實將來都會有一個存檔紀錄 也會附在你的檔案裡面 所以你按右鍵內容 其實這邊都會有一些詳細內容 包含你什麼時候存檔 什麼時候修改檔案 然後什麼時候下 做任何動作 其實上面都會 而且上面也會有電腦拿一台做的 所以假如你做的位置 跟你上傳的結果不一樣的話 那如果有這個5B的嫌疑 那當然我們就會另外再處理 所以這個盡量不要有5B 反正就盡可能你會多少 你就做多少 誠實以對啦 好 所以這個的話 是上個禮拜第一題部分 所以第一題應該沒有問題吧 所以考試反正就是100 等於是30分鐘 然後總分100分 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函數 一個是VPA 反正你就把兩個結果給做完 接下來的話就是飯店管理 所以第一題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題的話 我們是這個 第二題是飯店管理這一題 那飯店管理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兩個部分 所以函數的部分 其實這一題真的感覺相對 比較複雜一點啦 不過前一題好像有7個欄位 對也等於有7個公式要處理 但是這一題好像有這個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Build List 然後這邊1、2、3、4、5、6 所以其實算起來好像也不會比較難啦 因為很多同學一直說 是飯店管理比較難 我在想說難應該是難在這邊的公式 就是它光第一題 就已經需要有4個部分的公式 而且這個地方如果錯的話 等於你後面就全錯了 所以你如果假設這個地方沒辦法做對 那後面應該也就不用說了 所以這一題我覺得最要注意的就是 你後面錯還沒關係 但是你前面不能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它的編號 編號跟後面的資料是連動的 所以你如果編號出錯的話 那後面也就全錯了 但是考試的時候 如果假設有發生這種狀況一樣 假設你前面錯了 後面反正你錯 至少我會看一下你公式 加減給你1分 但是你前面錯 說真的我要給你很高的分也不可能 所以請各位還是務必 再怎麼樣這一題 你一定要把這個公式一定要做熟 那做熟沒有別的訣竅 反正多做 多做個幾次吧 我建議你不要只做一次 一次對不見得一定考試就會 因為還是不夠熟練 而且盡可能是在那種完全 不要看參考的情況 有的同學 照著雲端上面的答案打 照著打當然OK 可是呢 考試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辦法open book的 那你不要 那你不要舞弊啦 你不要老是 我已經把公式寫在什麼地方上面 說真的也沒必要啦 而且你說老是我要看別人的 你旁邊也考跟你不一樣 所以你也看不到 除非你眼睛夠好 看到隔壁的隔壁嘛 可是我覺得這也沒有太有必要啦 OK 所以盡可能你就把這個盡量熟練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一個裡面其實它包含的 我前面講過了 反正這一個公式裡面就包含 第一個是它的hotel的縮寫 所以你要去查 查它的這個hotel名稱的縮寫叫什麼 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0106的話 實際上就是check in的月跟日 OK 所以月跟日的話是MMDD 然後這個的話呢 這個三指的是 它住幾天的意思 1月6號到1月8號 所以住三天 然後再來的話它的什麼 應該是這個firstname 它的名字叫什麼 OK 那就把這個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得到這個公式 當然前面會用到VIR函數 去查它的縮寫 然後查它的這個check in日期的月跟日 當然要補0 所以MMDD 然後幾天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呢 把check out的日期 減到check in加一天 因為加一的話 只是因為減完之後是幾晚 不是幾天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把它的名字帶過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有個編號 向下填滿應該就沒問題了 不過你要檢查一下 這個是最最至關重要的 因為你這個沒對 後面應該就全錯了 有點像骨牌效應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再切到bill list 然後呢 我們這個bill list 其實就是把這些再查出來 包含它的全名 它住幾號房 住幾晚 不是幾天 然後價格 這個價格比較麻煩 就是 其實它是抓什麼呢 抓這邊的g1-號 再串這個它是roon number 把這個跟這個串一起之後 再去查 查什麼 查有一個叫做look price的一個清單 它就知道它這個一碗多少錢 然後最後總價就算出來了 OK 那當然啦 各行各業其實也都有類似 不管是飯店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畢業之後 假設去 因為我發現你們學長姐 也蠻多到那個飯店業去工作的 那其實也有可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反正如果你的主管 剛好要你做一些查資料的問題 那你當然就可以很快馬上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有ID 然後再分別把這個全民 然後它住幾號房 一切是查表 查那個總表 然後幾晚把它減完 那不用加1 因為是幾晚 Nice 然後呢 Price就是它多少錢 然後Amount就是把它整個全部兩個相成的結果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佔50分 然後呢 最後的話就是再把這個 這個地方的VBA其實只要做在BioList就好了 前面這個要不要做 前面這個不用做 這個不用VBA 這個要 好 所以呢 盡量 跟那個前一題相仿 就是反正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 實際上就是 按一下清除 一樣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把它清掉 然後呢 再按一下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再把公式填上去 所以其實跟前一題 還滿類似的 所以這個我想 就不醉 OK 然後它其實 像這種寫法其實它有個缺點 跑的會比較慢一點 不過我是覺得你們先把它寫出來 之後的話 我們後面有機會再來教各位 怎麼樣讓它跑的比較快一點 優化它 那這個清完之後再把它輸入 輸入的話其實 概念跟前面是一樣的 反正把公式加進來 然後呢 再把它修改那個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列號 所以 這個一樣 就是把公式貼過來 然後再把這個i 它本來應該是2 把這個2改成i 改的方法上禮拜講過 或者你可以看前面的影片 然後分別把它完成 那這個是第二題的部分 第二題 那最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今天呢 也會把那個第三題 也把它做一個複習好了 這一題的話 好像難度 雖然難度好像比較高啦 不過其實它有個優點 就是說它其實 只有一個公式 也就是你只要把這個公式 做出來 那不像前面兩題 前面兩題公式 至少有一個是七個公式 那有一個是六個 那這個的話呢 實際上就只有一個 可是它一個做這個一個 你變成你要把它再向右拉 向下拉 然後另外你要再自己新增一個空白的 複製一個工作表過來 那至於怎麼做啦 待會我們再來做複習好了 然後另外這一題也需要做VBA 不過VBA的部分比重 我在想說要不要 不要那麼重啦 所以這個請各位先把這一題 稍微再打開 然後稍微 回想一下這一題到底怎麼做 也許可以自己稍微練習一下 如果假設下一個禮拜 你抽到這一題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把需要做的動作 把它做出來 試試看